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忍者必須死了好不好 來 給大家3秒鐘猜今天哲平要隨什麼影片 然後1 2 3 3 大家都猜到了好不好 沒有錯啦 今天我們就來欣賞一下好不好 昌雅的 大家都一直說哲平的我沒有造型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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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造型的好不好 就是我們這個 超酷炫貓太公司 新制的心戰衣 貓靈的加持 讓昌雅獲得了幸福的力量好不好 這其實還蠻不錯的 而且他的大招會有貓咪的樣子的封魔手禮件 而且你看他整個造型還有一個貓尾巴喔 還蠻不錯的 讚讚讚 但是我自己個人也還蠻喜歡他覺醒的衣服啦 但是這個也是很不錯的 來 那這邊 哇 私底下有拿到了一些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再提升自己的血量了 COLEN喔 哈哈哈哈 COLEN喔 其日的哲平 淪落到現在這樣子 但是我最近的話基本上昌雅算是 已經有一點點那個 該怎麼說呢 有一點點那種就是 能夠操作的感覺了喔 不行 我們打一個A級的血影給大家看 這我應該是不太容易死啦 來 這個 七十昌雅打血影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OK的喔 因為目前來說最近的話 我的這個 使用方式跟這個使用程度來說的話呢 我已經慢慢掌握到一點訣竅 其實跟小焦很像啦好不好 威力的話呢 我們就還在慢慢提升當中啦 到時候的話 我們就再看一下 就是到底寶物要先合什麼 大家好像蠻多人都推薦就是 封戒跟封那個手禮劍喔 到時候再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的那個 SS給他合出來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那個 資源也不敢隨便亂花啊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第三隻角色喔 我們主要來說還是盡可能把資源都 花在就是我們那兩隻妹子身上喔 這感覺我們最近忍者好像都是在玩倉雅耶 我是不是 意外被打開了什麼按鈕 哈哈哈 來囉 血影喔 但沒有關係喔 其實我覺得真的就是 機體很重要 但是你自己會不會打還是最重要的喔 來來來 看一下能不能活著回家 當初七十等要打血影的話 其實也沒有說 那麼的簡單喔 而且傷害可能會不太夠 來了 我們今天 喵喵公司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吼 喵喵公司 跳一下 跳跳跳 你倒是給我手禮劍啊 都不給手禮劍是怎麼一回事 來了 往前圖示 你現在2010跟他打 帥帥帥 完了 還行還行 哎 擋牆當初在打這個血影的時候 是真的很難打的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血量啊 他會一直閃避攻擊 然後大家可能都打不贏 然後重點是當初打A級的時候就真的有點受不太了 沒想到現在大家都很輕鬆嘛 這要怎麼閃 還行還行 來 喵喵公司 你看我們有一個喵喵的臉超可愛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來保護一下自己 所以其實我覺得蒼牙還算是蠻好玩的就是 你看我們可以這樣保護自己然後再捅出去 還行耶 其實 真的會 玩上癮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可以自己控制這個那個就是 那兩個妹子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 重點是他這個 因為小焦雖然他的那個也是可以自己控制那個火焰彈 但是沒有像就是蒼牙這個可以就是 隨時控制的這麼爽啊 就是 你是可以就是直接就是 因為他只要鎖到BOSS啊 他只要鎖到BOSS的話 他就會跟著BOSS那個東西 就是收回來打一些彈幕之後 然後再往前發射一些 就還蠻不錯的耶 我覺得還行啊 玩起來是真的蠻帶感的 來 再繼續打 而且這個造型跟喵喵臉還蠻可愛的喔 所以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忍者必須使的造型都做的還算是 是還蠻不錯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有一些閒錢啊 或是有可以有辦法去換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外觀圈的話都可以去 對換一波我覺得還真的不錯喔 那這個喵喵的話我記得好像是那個 儲值累積活動嘛 對 可以可以 可愛可愛 好玩好玩 而且他旁邊那個是 他的頭髮去 去接法嗎 接著那個黃色的那個類似耳朵的東西喔 欸 可以 真的好玩耶 因為一些就是 比較低階的戰況在打的時候就會發現 哎呀 回到以前那個年代的感覺喔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寶物跟那個武器都還是就是 還是 還是強了啦 所以也不是完全的低階喔 魔風 你看我超喜歡這個 他會自動追蹤很可愛 你看他是這樣子 我覺得還算還算不錯耶 然後你可以拉回來再繼續打 所以其實我覺得蒼牙還算是 蠻好玩的耶 他這個大招我很喜歡 大概算是 裡面大家的大招裡面我最喜歡的吧 因為你可以就是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那個 追蹤Boss 那那個抽叉的話 好像是要就是 等到你等級升到後面 大家好像說有點一個那個什麼殘影的那個 抽叉會比較厲害喔 哈哈哈 但是我們現在那個 紋石還不太夠啊 所以就比較 尷尬一點點 懸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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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了 哈哈哈 真的是 懸賞令大 懸賞令大饑荒耶 真的是沒開台就直接 沒有懸賞令可以打 喔B級B級 水水水 NICE B級5色 好不好 那我後來真的是發現就是其實 蒼牙有點魅力啊 就是你玩起來的話真的是會蠻有感的喔 那 另外兩隻不是我要講啦 另外兩隻雖然好不好 我們就以我們正常評價 我們不要以那個什麼偏見 像小黑的話 其實他的大招我自己個人也是 蠻喜歡 因為他自動追蹤嘛 就是他前面跟後面都可以打 所以還算是蠻ok的 但是小黑的機體的話就是 就是還好 那阿力的話呢就是那個 波動砲嘛 那波動砲的話有一個流派 就是阿力流派 但其實打起來也是蠻帥的 但是我覺得 玩起來的話呢 基本上還是 蒼牙的大招 所有角色喔 我說真的喔 就是 不論是靈或是小焦 所有角色的話裡面 真的蒼牙的那個大招是我最喜歡的 會玩上癮 是 而且如果 之後又要那個什麼抽他的話 就會就會很愛啊 而且村正真的是帥啊 但這個 這個好像就沒辦法打後備位喔 這個就沒辦法打後備位 但是我們可以就是 有沒有在身上捲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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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上捲他有沒有 那我覺得還不錯哎 因為他這個 都可以就是好好的保護自己 我覺得是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大招 我喜歡好不好 我喜歡 真的我我我 我沒沒騙大家是我最喜歡的了 哇 三分鐘之後我錯失了一個那個S的 可惜可惜 沒關係我們再虐殺自己的B卷吧 虐殺自己的B卷 真的很不錯 但是可惜就是 他是男的 好不好 看如果忍者必須使所有角色都是女的話呢 哇 哇香的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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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真的還是蠻期待之後看他會不會出新角色喔 不過 應該是流派先啦 流派的話我自己也是蠻期待的喔 刷刷刷 今天都有讓大家看到那個 貓老闆的這個風魔車輪 還不錯 還行 哎村正其實真的 如果升到最高的話可以看往下的話 然後 又有暴擊的那些傷害的話 真的是 村正真的是倉雅的屌屌屌 因為大家會把心扯平基本上都不太去看什麼戰力 所以你會說什麼 那個 小焦跟那個 靈的那個戰力都一定會比那個蒼牙還要厲害什麼之類的 我不管啊 我只管他帥不帥而已啊 那實際 實際上 就證明了就是蒼牙有勢帥啊好不好 你看有沒有 看這超爽的耶 他拉回來 有沒有可以守護自己 然後再拉出去打 真的是 神大招 嘿 喜歡喜歡 喜歡喜歡 但是真的就是還是要把等級練起來 因為 到時候如果要再打一些就是比較高難度的部分的話 你沒有練起來的話應該也是沒辦法 像如果現在我要打那個 S級的話 雖然我會閃啊 但是我的傷害輸出就 可能打不出來哦 因為我現在補空一下 那個2000多那個是分數 然後 右上角那個才是實際的那個打的那個 血量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 實際上我可以打多少 欸怎麼了 沒人要逼哦 喂喂 怎麼一回事 怎麼沒人要逼 不可能 哦S加好想打哦 我想打那個S加哦 哦可是我已經把那個3分鐘弄掉了 所以地區要搶那個圖也是蠻麻煩哦 所以難怪就是大家會把券子留給自己好友或是怎麼樣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你這樣的話就可以不用那個 重新再等待時間了 因為等待時間的話 真地是 頗麻煩頗麻煩哦 就沒那麼 沒那麼那個 沒那麼多時間可以去等他啊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一下大概真的打多少 應該是1900多吧 來看一下 右上角這個才是我們打的血量 然後 實際上在BOSS旁邊出現的那個是那個分數 怎麼還會有分數這種東西 來了 紅鬼頭 我怎麼見 來看一下哦 2700啊 哎其實我們一下是 一下是2700哎 啊分數是 2070啊 啊 那其實我們打的還蠻痛的哎 2700哎 還蠻不錯的哎 我一直以為我們打的很低分就 2700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ok啊說真的哦 好那我們計畫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說的東西就是我們 蒼牙的這個造型啊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好看的 而且 大招會有那個貓貓的臉在上面 我覺得還算是ok好不好 那 接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就是會來合一下我們 就是那個 合一下我們SS的那個配件啦 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讓蒼牙再 變得更厲害一點點了 然後 他如果ok的話 我們到時候就可以 就是去那個 角鬥場練習一下疾風 然後把三隻都派上去 應該就可以打出 更好的成績哦 看一下 有朝一日好不好 可不可以上一下三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老實習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